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是 字型的部分 不过字型的部分我可能要先问一下大家 请问你电脑里面会装很多字型吗 你的电脑会不会装很多字型 装太多真的会变慢 会比较快 不是因为你拥有越多然后就 就越快 字型装那个越慢 那一般如果 各位平常装字型大多数都是放到稀草的 里面去嘛 对不对 但是 以我来讲我现在不太喜欢这样因为 第一个 你如果发现我要重新装电脑的时候 那些字型你还再去找一次 对不对那如果以我们外面印刷厂 就更累了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种不同厂商的字型 滑汤的啊 还有别家的 那你有这么多字型一次装进去电脑会爬很慢 所以他们会变得说我要需要哪些字型的时候我再把那个硬碟装上去 他会自动装 那但是在Windows7 预设 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也就是 你不能用截定的 那个BQR你先打开 打开那个选项之后你才可以用截定的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能看到我这台电脑的话 我的字型事实上我都放在D槽 我的D槽里面 这里有一个字型的资料奖 有没有 我的字型通通都是放在这边 那所以我其实 算有好处我要做备份啊干嘛的都很快 我也不用担心说我的字型跟里面混淆在一起这我就搞不清楚了 好那 这个怎么做呢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 有个字型安装的 您要去 控制台里面 这里有一个 叫做允许使用决定 因为如果你这个选项没勾 他就一定应替了求你要把字型扣进去 这个是您可以注意一下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用到了 所以我想就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你知道有这个部分的问题 才不会说奇怪我想要用不同方式装的时候怎么装不起来 那么再来的话呢这里还有两个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第一个 请问 大家现在用到光碟的机会多还是少 本来我买Notebook是不想买光碟 可是他没办法他一定要有 不然的话我老实讲我现在是用到光碟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只有一个情景特别会用到 小朋友的 因为我们叫进乔舞 所以他每个月都会做一片光碟 不然的话其实 现在用到机会很少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在网路上 对不对 船也好 或者你用随身碟 谁在烧片子很少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万一 你有机会要那光碟的时候 我们也 很多时候会把那个光碟转成所谓的印象档 变成ISO档 那我放在 电脑里面 你说要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也不用担心那个光碟片会夸张 那我们这里呢有个 资产档里面有放两个免费的 这种模拟 光碟的 你可以从这边这里有一个 然后呢在我们 这里 还有一个 您看到 在 这个 打看管理片里面我放了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那您就可以很简单 虽然都是英文的 但是我相信不会难导各位 好你就告诉他你的 档案在哪里 一般我们有所谓的ISO档 你可以把光碟直接转成ISO档 那光碟转成ISO档就工具很多啦 好所以我就不用介绍太多 那 另外 一般像我们装软体 我们也很多时候会把它定用ISO档 因为这样我们要带来带去就比较方便 不然光碟片导是这样拿拿去总是 会夸张的机会比较多嘛 所以可以像这样你只要找到他他就可以帮你模拟成一台磁铁机 就像光碟机放进去那样子 好就像这样那他资源档案格是还蛮多的 一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ISO档 点ISO 另外大家 如果你也还有用烧路的 请问你的烧路档体会是 哪一套呢 在台湾最有名的叫做Needo 因为他最免费 然后也最容易拿得到 所以他的 叫做NRG 那有的人 喜欢用那个酒精的有没有 酒精的也有 不是喝酒用的 他叫MDS 所以他资源的其实还蛮多的 那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那就减少你光碟的使用 好那这样 总是你要几台都没关系嘛 他要一台两台三台都可以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比较多个 随时放进来 这个时候他们都可以拍得到用法 所以这个是 另外一个小软体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Windows 7的 快速键 这里面呢 其中的10个 您可以看看 您哪几个会用 好不好 因为有几个也许你会用的 那 这个呢我就直接把他顶过去了 好 您来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看看10个 第1个 回桌面 各位 有没有发现 以前 SP有一个显示桌面不见的 在Windows 7 刚才才真不习惯 现在用习惯了 反正回到那边不习惯 因为想要按右边 因为我们现在的 显示桌面是不是在这里 好小一个 对不对 以前我们在中预览 那 其实NIF 老实讲 你会快速键根本就不用看那里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上面 回桌面 快速键是哪一个知道吗 这个加空白键只是预览 就等于滑鼠 滑到那个上面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现在打开这个 对不对 我移到这上面来 因为现在 广播的关系 这个没办法 那个效果出不来 本来你滑到这边 它桌面就会显示出来 就会显示出来 但是只是预览 你离开它就回来了 好那 这里呢 有个快速键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 这个你按住Windows键再按个D 这个加D 你们回到桌面 比较快吗 对不对 好这个加D就可以回到桌面 再按一次呢就回来了 好就回来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就比较快一点 这是一个 蛮不错的 那 再来就是 SD有增加一个功能 不过这个功能 老实讲我不常用 我是用另外一个软体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用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档案 尤其宽幕之后 我们档案会很多 对不对 那么你老是四双是要移来移去的 这个时候其实 你如果移来移去 那这样 又要调大小 有点麻烦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 西柱的功能 你拿到旁边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就自动变起蛋 当然我现在是1024 768 所以那个效果比较不明显 但是如果你是宽荧幕的时候 那占一半 就还不错 可是说真的 微软就很奇怪 他就只要占一半 为什么没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就很讨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宽荧幕 你如果一半 另外一半就很难用 因为我们多出来的那个是要给你放一些小的工具 有没有 或者说比如说你的MSN Facebook 现在不是Facebook有小的工具吗 就比较小的你放在一边 比如说既适用的 大的这一边就来做 主要的工作 所以 我们会放另外的软件给各位 在这边我们就不介绍 礼拜四我们再讲 就是说你如果移到那个旁边的时候 事实上它会自动吸上去 那就自动变成 如果移到上面 就变到最大 这个是您在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奇怪我的视窗怎么突然变大或吸到旁边去 这个是Windows7有其中的一个功能 这个 稍微留意一下 这里呢 介绍的是什么 放左边放右边的 你如果要 搭配 箭头 搭配箭头的话你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个 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不是用操作滑橱的 一样都是微软那个 Logo 平常大家微软那个 按钮按到的机会都来打 都当作似的不见 对不对 他就把很多工程就藏在这里 就藏在这边 所以你这个加上方向键 你会发现 我们在用的时候 就不用用拖曳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做切换 好 这个是 第2个 比较特别的 再来 常常 我们刚才有显示桌面 如果你要把视窗最小化的话 这里也有快速键 你看 视窗最小化 有没有 平常大家视窗最小化怎么按 都按右上角那个 但是如果你开了很多个 好累喔 每一个都要最小化 所以其实最小化呢 事实上你可以试看看 按下哪一个 m minimum 对不对 你的视窗就可以最高 事实上就有点类似 我们刚刚的显示桌面那个效果 好显示桌面那个效果 那你在 这边呢 这里 我们再往下 这个字 大小 有没有人为了 电脑 字太小 然后就是把那个 解析桌那边把它设为大 有喔 我爸爸也是这样 跨沟条 那个字都那么小 对不对 你都不大一点那个 要看真的 比较方免利 而且我们现在老年化社会 那很多人他的做法会是这样子 就在这边 进来这个荧幕解析度 就来这边 有一个 进阶设定 好去哪里 那个有一个字形大小的那个 改编 文字 这里 有没有有的人会把它切成这个 或者大 对不对 但是这样有个缺点就是 所有的应用程式看起来都怪怪的 因为他那个都会撑开 都会撑开一点 所以有些他可能位置就跑掉了 那 现在其实你也可以去看看用 这个 加上加 跟减 这个 这就是新版的那个windows的放大性 新版的放大性 新版放大性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我不知道各位在SP之前有没有用过那个协助 就是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个 协 辅助工具 的放大性 那个工具真的不好用 因为我有上过那个就是 那个 深情障碍班 像他们就有一些是适上的 适上在看那个又很难 难在哪里 因为他都是 这个不会动 他是在这边 他是整列的 那他变得是有点像 就是 你在看下面但是 他 游标是在上面 所以他常常看不到全貌 就相对比较麻烦 那 你在用这个快速键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你搭配微软的滑鼠 什么叫搭配微软的滑鼠 你看我搭配微软的滑鼠 我在这边 你看一下 在这里 我现在把那个比例 我把它再说小一点 糟糕 因为现在已经 收到很小了 没办法再想 你可以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看人家做简报的时候 他会把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在打网址 我在这边打网址的时候 或者打程式吗 有没有 就把这个地方放大给人家看就好 那一样可以操作 这个地方你要搭配微软的滑鼠 他这个功能 这个比较 没办法一点 因为 微软的滑鼠 你现在比如像我买的这个是最便宜的 你插进去之后 他会带你 自动下载 这个 新的滑鼠驱动程式 旧版本如果你在Windows XP 你要另外下载 但是新版本 现在Windows 7你下载 你插进去之后他就会自动暂网 帮你把这个驱动装好 装好之后你就会去设定滑鼠的设定 把中间 一般都是中间 滑鼠的地方 射程放大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放大的区域 还有放大的配置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我需要的时候 所以我就我中间的滚轮 大家滚轮平常都只是滚而已 很早拿来按下去 有没有 那你如果按下去 像我按下去 拖翼 有没有决定他的大脚 放大的区域 对不对 你可以像这样 你如果加上那个 滚下去 放大缩小 有没有 我按着滑那个滚轮 往前会放大 往后就缩小 所以我可以像这样 那如果我是按住不要放 平移 跟上下 有没有放大改变那个大小 这个是算微软的 特意功能 不过 你就是要买微软的滑鼠 管你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就有这个功能 这个是比较讨厌一点的 不过微软滑鼠 一般都是比别人贵一倍 你买一台 别人买两台 那你就看 如果说万一你觉得这个功能是你一定要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看看 这也算Windows7增加的功能 那 因为这个地方 它需要的事实上就是 属于它的驱动程式 属于它的驱动程式 那就要看 我刚刚那种 我平常常用的那一种 就是你讲的这个 这一种的 对不对 对 那它有个小缺点 有什么缺点 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只能 在上面 等于我现在 我操作的就是它好像拍照下来 在这边做 但是我真正要放大 我要在这边换网页 或者我要点下去的时候就不能点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必须一定要离开这个模式 我才能够继续操作 嘿嘿嘿 所以这个有缺点 我现在刚刚讲的这个是免费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在 放大的同时又 可以操作 这样就有差 所以有时候 你用微软这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当然如果你只是没有微软滑鼠 那你就只能用刚刚那种 比较单纯的那个放大镜的那个效果 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老实讲就比较不是那么好用 就不是那么好用 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您看一下这里 还有哪几个 是您 平常比较少用到的快速键呢 您看这里哦 像我们在学校里面 这个 应该大家要养成习惯的 因为跟资安有关系 对不对 怕人家用了你的电脑 Windows那个按键加上L Lock 他就自动把那个 灯出了 不是灯出了 就是锁住 锁住那个萤幕 再来呢 还有一个 这个 SP也有 各位有用过这种方法吗 开启档案总管 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但是呢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 就是没用快速键的快 因为你这个按键加上ABC6E 档案总管就打开了 这个 我是觉得蛮好用 平常都是让开 比较多 这是我本来就有在用的 好 再来这一个的话 这个应该大家用到 不是那么多啦 不是那么多 这个按下X 会显示那个行动中心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连到连接器 有一个我们刚刚已经学会的这架F 全文检索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这个 像老师您在 上课的时候 也许就会用到 因为要投影 可是有时候 键盘上 我们算 Nodebook上也有那个 投影的 可是有时候老师要切来切去的 对不对 你看不清楚 你可以看一下 Windows按键加上R Windows的按键 加上R 这个 不是R 等一下 P 这就跑出来了 抱歉 这样你就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 同步出去 这样会相对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毕竟你四个都看得到 看得到就比较方便 所以 这几个快速线给大家稍微简单参考一下 明天 我们下试了